而中国其实是多边作战 因为它的内政部分 现在在全境大解封之后 要赶快的拉抬经济 我们来看几个主要城市 上海进一步解封 它不必用再扫描 这个记录行动轨迹的长索码 都不用了 也不会再查健康码 而中国大陆 有各地组织企业团 到海外招商抢订单 广州有一度时间 是中国大陆单日新增最严重的 它现在积极推进 复工复产 但生活跟经济要回归常态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北京还是有疫情 所以很多商家到现在 不开门做生意 昨天我们也focus过了 中国各大城市的药局 退烧药跟快筛剂 一直都是抢购一空 而各大医院的发烧门诊 持续大排长龙 北京街头这一转排店面 都没开门营业 有些甚至大门宣索 从先前管控时 就一直停业至今 萧条景象 一点都不像是已经防疫放宽 他愿意出门愿意工作 那就支持 那如果有的人可能会更害怕 会担心家里老人 或者是小孩的身体状况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就看个人的选择 对疫情恐惧心理 让店家不敢立即复工 出门逛街买东西的人 也少 现在最有买气的 恐怕就是药局了 市民抢着买药囤货 北京多家药局贴出公告 快筛推销药全售庆 各大医疗院所发热门诊 持续满负荷 12月11日全市发热门诊 就诊患者 2.2万人次 是一周前的16倍 12月5日至11日 流感样病例监测数据显示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 监测流感样病例数 1.9万人 较上一周上升6.2倍 在流感耗发期松绑防疫 让大陆医疗量能再受考验 北京加码宣布二级以上医院 都得设置发热门诊 而在上海 发热门诊需求也急剧上升 这几天患者数量多两倍 就怕爆发院内感染 上海要求所有医院 做好患者分流 确切隔离新冠感染者就医 我是今天10月48小时 核酸进来的 然后进医院呢 阳性跟阴性的通道是分离的 而且医院的指示牌比较清晰 各地一边迎接放宽后 一波感染潮 另一方面继续加速生活回归正轨 上海村全市疫情风险区清零 连记录行动轨迹的传说码 健康码也不用再扫 不用查验了 广州更是积极推动复工复产 一万的高峰期也是这个 11月12月或者10月了 这三个月高峰期 就是冬季嘛 我们主要是生产这个 政治面料的那些 比较厚的那种面料嘛 那现在还要抓住一点点尾巴 三个月的销售旺季 今年仅剩最后半个月 广州这个服饰布料批发市场 想抓最后一点时间 多少弥补些 但顾客要一下子回流 实在很难 在武汉这个批发一条街 同样是解禁复工 商家却感受不到买气回归 原来韩正街也是嘛 批发地方像这边人流量都比较多 像有的就是外面那种 比如说外地的也会去来 现在的话基本没有了 如果明天还是这个样子 人们都得撤 知道吧 坚持过久的清零政策 拖垮经济 现在放宽了 好转需要时间 除了内需市场 各地疯狂 抢救外贸 办企业团出国招商 这张近期就招了四批企业团 不只要到意大利米兰 接下来还会到杜拜等阿拉伯国家 亲自拜访海外客户抢订单 这几年出国的餐展都出不去了 那么跟客人 只能是在一些网上啊 邮件啊等等这些沟通 包括我们很多国外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真实的需求 包括一些新客户的接触 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再进行了 要重新和海外顾客搭上线 江苏苏州海南等地 则用包机方式 集合企业出海找商机 大陆在防疫放宽后 经济生活都面临回归正轨的 巨大挑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